母瓜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略微重口的电影致命拜访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飞船从外太空坠落 专家们警告如果有人碰触了这个飞船之后就会立刻感染病毒 而女主小美的前夫就感染了这个病毒 当晚就被病毒感染面目全非 但是第二天却恢复了正常 这天小美听到了自己的朋友向自己讲述了前夫奇怪的动作 说他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即使是被狗咬到了也无动于衷 但是会趁着没人的时候将狗的脖子拧断 小美觉得非常的奇怪 万圣节小美带着儿子去到前夫家 在玩耍时小美发现了薄膜 这个正是病毒感染后的 但是小美不知道把薄膜保留了下来带给了小帅 小帅把薄膜收起来准备研究 第二天前夫在电视里面宣布 他们已经研究出来对抗病毒的疫苗 但这个疫苗却是受到感染者的呕吐物 小美在街上陆续遇到很多莫名倒地抽搐的人 但是人们都面无表情 视而不见 小美觉得十分的奇怪 与此同时小帅的研究结果也出来了 说这个就是病毒感染后排出来的物质 这时候大使夫人打来电话 说大使也被感染 于是小美前去 结果发现了正在变异中的大使 直接退掉了薄膜 小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突然间想起自己的儿子还在前夫家中 她必须马上要把儿子接回来 于是她赶到前夫的家中 当她想要带着儿子离开时 却被前夫挡住了 还被迫感染了同样的病毒 小美赶紧逃了出来 在街上遇到了一群没有被感染的人 人们告诉她只有假装面无表情 才会被当成同类 小美找到了小帅 告诉她自己被感染了 小帅却告诉她不用怕 还说这种病毒只有在人睡觉的时候才会发作 但是也出现过这样一个人 醒来之后的她依然活蹦乱跳 两个人开始寻找各种资料 他们发现原来这个人曾经患有脑炎 小美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患过脑炎 也许救出儿子就会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 两个人来到了前夫家中 最后靠着人多势众的优势将儿子救了出来 但刚刚救出儿子 小帅就变成了其他的嘴脸 其实她也被感染上了这种病毒 为了不让大家看出来 一直都在假装着安静 而她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把小美的儿子杀死 小美一听到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直接拿枪打死了其他的感染者 但是不忍心对小帅下手 她打伤了小帅的膝盖 带着儿子离开了这个地方 向自己的好友求救 最终终于等来了军队的直升飞机 他们从儿子的身上提取了 可以抗除这种病原的物质 最后将这些药物分散到了很多地方 拯救了被感染的人类 其实这部电影当初是冲着尼克基德曼去看的 但是情节真的是让人吐血 不过作为变异电影 无聊的时候还是可以看看的 好啦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莫瓜带你上钢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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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